一场豪大雨导致马来西亚冰城多处地湾地区水灾 索性各区的水位已退 慈激马来西亚冰城915水灾及那就是总协调 慈激马来西亚分飞志工及社福市职工 以大早与金斯坦集合商讨进一步的振灾行动 其中慈激志工也测试抽水机及冲水机的操作 以便能有效且快速地清理水灾所移入下来的移民 来到重灾区 志工们使用冲水机以最短时间完成清洗工作 慈激志工已来到另一个重灾区以南利路 除了挨家挨户慰问灾民还送上热食 同时动人志工协助年事已高的长者清洗家园 远见家中一片狼藉 阿嬷深感无助 志工能分工合作 有的开始清洗屋内的民民 有的则协助阿嬷整理屋外的物品 阿嬷了解到慈激善款来自于社会的点滴爱心 也发心领取竹筒成为慈激粤军会员 在清扫过程中 志工也发现另一位孤老无异的婆婆 他告诉志工他身体不适 志工马上邀请任议会医师前来看诊 一方有难十方相处 志工们无所需付出 见证有爱不孤单 大新闻马来西亚冰城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